自從特首選戰開戰以來 不斷有網民轉載惡搞參選人的圖片 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 以及專業網絡情報機構 為三位特首參選人 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 計算網絡文情指數 Netizen Sentiment Index 透過追蹤市民在網上 討論個別參選人士的情緒 討論數量和走勢 按網民對參選人政綱的反應計分 在過去140年內 搜集了近3800名網民 在60個網絡平台發表的 近晚篇討論政綱的帖文 過半內容和梁振英有關 4成1和唐英年有關 何俊仁就一成都不夠 而網民最關心的議題是房屋 佔了兩成 經濟和教育並列第二 佔一成四 網絡文情以0至100的分數 為三名候選人評分 取得50分 代表討論對象的叫好叫葬能力 達到合格水平 當中唐英年以60.34分 領先50.67分的梁振英 和48.63分的何俊仁 有政治學者說 網上充斥對特首參選人的負面評論和惡搞 是小圈子選舉 加上參選人醜聞前身的後果 在我小圈子選舉裡面 本身已經是認受性是有懷疑的了 或者被人質疑的了 但是再加上這些醜聞呢 更加是會令到市民大眾是 那種反應是比較負面的 李鵬廣又說 如果唐英年和梁振英 繼續醜聞不斷 即使日後當選 也都會面臨管治危機 香港文明事記者 廖正文報導